三哥 你在干嘛呀 最近怎么都不理我 也不陪我玩了 原来是小五呀 你怎么跑到这来了 明天就是比比东的生日了 我再给他做一些漂亮的生日蜡烛 到时候给他一个惊喜 可是比比东昨天才用魂技打伤了我 你为什么还要给他做这么好看的生日蜡烛 三哥 你是不是变心了 还不是因为喜欢你的小可爱越来越少了 你的表情高也没人用了 现在比比东才是斗罗女神 哈哈 臭兔子三哥和蜡烛都归我了 你就一个人在家啃胡萝卜 自己孤独终老吧 你们真的太过分了 简直就是欺负人 我要证明小可爱们都还喜欢我 我脱影晚风作酒 等一瞬着情如荒 引不进红尘的泪 又怎能抵醉放手 你用了一片回眸 使下我伴出温柔 相思卷不到化作了无忧 喜欢小五妹妹点这里 这里跟小五交朋友 为小五加油 小五你现在好漂亮啊 三哥不给比比东做蜡烛了 三哥对不起你 哼 三哥我再也不相信你了 一会我也去找男神五六七 三哥你在里面吗 为什么不让我进去呢 我是小五呀 哎呀 这人怎么一身的毛毛了 你要进里面干什么去呢 三哥被化人抓住了 关在了里面 听说还被人剃成了秃头 就三哥出来 可是三哥说我不是小五 就因为这一身的毛毛 三哥不认识我了 不给我打开大门 哎呀呀 我看你也不像是小五吧 你能证明你是小五吗 我当然能证明我是小五了 喜欢小五妹妹点这里 这里跟小五交朋友 为小五加油 好吧 我来帮你吧 我可爱的小五妹妹 你这样子我看到了也很难过的 你要多用护肤油 先洗澡 这样你才会美美打 小五妹妹 一看前面地上和天上的护肤油 我帮你涂抹一些 我再帮你换一身衣服 然后把身上的毛毛修理一下 你看是不是漂亮了好多 最后我们再帮小五洗个澡 看呀 小五妹妹换上了一身粉色的连衣裙 还一蹦哒一蹦哒的 真是太可爱了 这些大门都帮你打开了 快去就三哥吧 哎呀 三哥居然还没起床呢